在收入方面 先做好 鞏固稳定税基 然后再去考虑引入新税种的问题 但是那个问题 引入新税种 都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也不应该排除 任何税种都要符合我刚才说的三个大原则 你一定要有一个税基广阔 又可以带来一个可观和稳定的收入 就要公平性 要有能者自负的原则 第三就不会影响香港的竞争力